孟子 刚才下面的女士跟我说 看见古老太太带了一个 文青的小娘子来 瞧着面生都没见过 什么模样的小娘子 这长得还挺清秀的 把侯友的端服洗一下 好 侯爷万福 这是 这是古老太太送过来的姑娘 姓钱 叫做凤仙 方才 钱娘子已经给我家大娘子 敬了禅了 她答应了 你怎么回事啊 古老太太当面说 我在大娘子生不出来 还说 大娘子把侯爷身边的人都打发了 如今这个再不说 就是善妒了 她是一口答应的 她是一口答应的 还是古老太跟她说了半少 她答应的 古老太太都说了 大娘子自然只能应了 她倒是答应得快 我听了下赶过来 都赶不上她这一盏茶 大娘子都是为了侯爷好 我去找她 屋里头不缺这盏茶 我还要息怒 既然大娘子答应了 你就安排她到水仙阁去 别的也就罢了 这凤仙啊就是好生涯 找她我算是费了劲了 若是能给二哥生个一男伴女的 我算对得起我哥哥 对得起祠堂那块单书铁券 这都是公母的脸面 无论这凤仙姑娘 是生哥还是生姐 我跟侯爷都会后代拿的 我都快走了 二哥回来了 我方向在路上遇着了翠薇 那就是见过凤仙姑娘了 这么快就叫凤仙这么亲热了 我已经把她安置到水仙阁去了 水仙阁 这是上好的院子 距离正屋和书房都很近 若侯爷要人伺候 也辩解一些 我嫂嫂请大娘子说得没错 你这媳妇啊 的确是能干的主 大娘子呢 回侯爷 是去了水仙阁 给前娘子安置去了 这么晚了不歇着 有什么可安置 侯爷不知道 这前娘子只有一个女史 和一个包裹 什么物件 不都得咱们大娘子去安置啊 他倒是个热情厂 他倒是个热情厂 侯爷 侯爷这是生气的 生气 生什么气啊 这床还颇侯爷的吗 傻姑娘 你什么时候见着侯爷 不睡主屋了 别闹 说了 这侯爷真是一时一时 比较 替身女婿再加一个 杂氏厨房要加三了 喲 我说这人去哪儿 原来都在这院里团着呢 侯爷万安 侯爷来了 那您看看这屋里还缺些什么 我让崔薇记一下 明天去置办 缺些什么 一时半会儿怎么知道 今晚得在这儿且住着 多拥有 多看看 我才能跟大娘子回报呢 若是 都置办好了 不用操心 咱们回去吧 大体都好了 若 若要是要缺什么 也都是些琐碎物件 侯爷留着帮着看看吧 就当是您和前娘子的 冻房花烛了 来 好 侯爷 已经要三更了 安歇了吧 对对对 石头 已经三更了 我怎么没听到人打更啊 正屋那边还没来话 谁问你这个 小的也没有听到打更的声音 正屋那边也没来话 行 大娘子 听说家里三哥屋里 又多了一个人 三哥哥的事 以我何干 听说是三娘子 替三哥放的人 说是自己不变了 甚至 上次见他 他还康见着呢 这就生病了 我还没泡完呢 哦 不是生病 是我身孕了 嗯 淡菊 女士有什么话要说吗 你 姑娘 奴婢是觉得 这三大娘子如此 也是无奈之举 可是 姑娘您如今还没有动静 为什么就要替侯爷置办人呢 从来妾室 分三种 外头聘的 旁人送的 家里养的 你还没有 这孤老太太 当着面塞人 我就是当善渡的名声 一口拒了 那终究还是侯爷 和孤老太太缠斗 侯爷对我 实在是千亿百胜 我一样 如今的朝堂事物繁杂 这是何必让她操心 话虽是这么说 可是 若是姑娘你以后真有了身子 岂不是还要再瘦 我知道姑娘心里不快 可若真到了那个时候 与其弄一些 不知道跟底的人 姑娘倒不如让咱们自己人过去 这些年我瞧了 咱们院里都是好的 小桃老实 崔薇姐姐管着整个院子 也是老实人 嗯 若是下人有这个意思 愿意伺候侯爷 我觉得还好 若不然 那就是拿他们当物件来使 我可做不了 年许 是我没有容恩之量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真拿妾室当姐妹来对待 姑娘这是说什么话呢 谁也不会拿妾室当姐妹呀 可是 那到时候姑娘真有了身子 又让谁去伺候侯爷呢 侯爷的心在什么地方 是勉强不来的 他要是心里有别人 我不安排 难道他找不着吗 那若是到时候 那若是到时候 侯爷真想要了什么人呢 那咱们 自己可得把自己的心 给守住了呀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侯爷 奴婢打水来 您洗把脸安置了吧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奴婢一直在这儿啊 是奴婢都不是了 天色晚了 奴婢这就退下 愿侯爷花烛美满 多子多福 走 迟通 三更吧 三更半 小的放在去桥里 正乌鲁吹了灯 什么 跟你们说什么呀没 都知道啊 怎么就不知道呢 你让小桃那个傻姑娘 去打听打听啊 他 他才不是傻 你到底打听了没有 怎么都吹了灯呢 我气不太狂 你快去 马上 马上 你去 我给你 夯爷还蛮碎睡呢 这屋里也没什么话呀 我们家大娘子晚上好得很 还通我吃了蜜服酥奶花 触了口才安歇的 好 好吃吗 好吃 府里的厨丝比外头做的 好吃多了 不过 樱桃间就没有南北部 好吃了 那我明儿上街 去南北部 稍后来点吃 吃吃吃 他们两个哪里像是主厨啊 可该是姐妹才是 每日出头吃吃吃 还知道什么 侯爷这是要干什么 他能吹来灯睡下 我也能吹来灯睡下 你动 可以倒闹